情侣同居后呢,男人这些行为会让女人越来越舍不得 有些女孩子呢常问我,什么样的爱情保质期是永久的 这样的爱情难寻,其实所谓想要爱情长久呢 无非是双方在相处过程中呢,不要吝啬自己的爱 千万不要因为追到手了就不知道珍惜 好的,爱情是需要用心维护的 情侣同居后呢,有些女孩呢,经常吐槽自己的对象 得到了就不知道珍惜 现在呢,根本不像以前那样关注自己了 然后两个人在同居生活中呢,暴露出各种问题 所以常有人说,婚前想知道和一个人合不合适 同居一下就能看出来了 而情侣同居后呢,男人这些行为呢,会让女人呢,越来越舍不得 虽然我不建议女孩儿婚前同居 但是如果决定好了,一定要观察你的对象 是不是经常有这些行为 常给你制造小惊喜 男人会给女人制造小惊喜 而且也频繁的制造惊喜 往往是在追一个女生的阶段 当追到手后呢,甚至是同居后 这样的行为就会越来越少 这也是为什么一些女孩儿经常会吐槽自己的男朋友 在特殊的节日,什么东西也不送给自己 根本就不关注自己的原因 如果情侣同居后 男人能常常给女人制造小惊喜 这种惊喜呢,很多时候并不需要花太多钱 只要你用心,女人就会越来越舍不得你 不吝啬你的赞美 没有女孩儿不喜欢自己最爱的人来夸自己的 每个人都有虚荣心,或大或小 但是呢,都需要被赞美 而情侣在同居后呢 大多数男人都会自动收起自己的赞美 不仅如此,他们甚至经常对比 在各种方面,也都成了不如别人的女人 而这种对比呢,最少女人的心 而心伤高的男人呢,在情侣同居后 从来不吝啬自己的赞美 他们会在女友做得不错的时候呢 给一些肯定的鼓励 也会在对方失落的时候呢,给到安慰和鼓励 而女生呢,往往最舍不得 也离不开这样懂自己,知自己的人 主动做饭,分担家务 情侣同居后,女生最喜欢的生活方式 是吐槽自己的另一半 因为同居后,他们会发现 男生真的不会过日子 不仅不懂得整理,还懒 而且呢,家务是和饭呢 从来都不会主动做 女孩子瞬间呢,会觉得自己住在一起后呢 自己从对象变成了保姆 所以常有诸多不满 相反,如果男生主动做饭呢 也能分担家务呢 这样的男人呢,往往能给女生安全感 也能给他们家的感觉 而这样的男人呢,也最让女生舍不得 总而言之,无论感情呢 走到什么样的阶段 都请男女双方不忘初心